曾经民生复制是高振量发展的根本目的 今年的报告之中 聚焦群众关心的关切的问题 提出了不少民生方面的一些政策和举措 实际上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报告之中有很多方面都有体现 都有要求 比如说在总体要求中 对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促进高端的发展 在高端的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有些总体要求 在每个部分的相关部分内容里边 也都有涉及 比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在教育方面 报告里边提出 要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 我们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生 现在有三千多万人 有不少是留守儿童 所以这些年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条件 虽然有了很大改善 但是还存在很多博热环节 所以今年为了让这些孩子更好的 读好书上好学 今年针对这个博热环节 报告提出了要求 再比如在医疗卫生方面 今年的报告中提出 今年继续增加基本医疗的财政补助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每人提高30块钱 达到现在每人每年670块 670元 报告还针对群众反应突出的 这种看病难 报销难 一些问题强调 落说完善 一滴 这种就义结算 还有呢 比如说 要深化这个公立医院改革 强调了以患者为中心 来改善医疗服务条件 推动检查检验结果 在各医院 各个医疗机构之间 互认 再比如在社会保障方面 报告提出呢 今年要再继续提高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同时 将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提高20块 就是每个月提高20块 这件事呢 我简单的做个介绍 我们现在 全国有 一亿期的 这个老年人 领取 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金 今年呢 这个最低标准提高20元 增长了 19.4% 接近20% 应该说是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 是 今年来啊 上一条幅度 较大的一次 较大的一次 这个 类似的呢 就是关于 民生保障方面的 这种内容 还有很多 我现在时间呢 我这里就不一点了 刚才你谈到了 就是一些地方呢 财政呢 这个 一些基层嘛 比较紧张 这个 这些 政府报告里边 提出的 包括 还有包括预算报告 计划 计划报告里边 提出的 还有呢 政府做出的 安排里边 这种部署的 这些民生 改善这些 措施 有没有财力支撑 能不能兑现 这个 针对这个问题呢 这个 在政府报告里边 特别强调 也做出了安排 大家可以看到 积极的财政政策呢 有块内容 在报告中强调 要大力优化 支出结构 加强对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和 基本民生保障的 基本民生的财力保障 这个 今年呢 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 要保持必要的力度 这个 去年的 这个优算安排了 十万亿 十万亿多一点 同时呢 要推动 省级政府 下沉财力 确保呢 既存散保 不出问题 所以具体的这方面的 民生支出呢 有三报告里边 都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大家可以 对照着看 所以呢 这个 今年关于民生的 这种 保证还改善民生的 部署安排 我相信呢 经过这个 上下 共同努力 一定 能够 落实到位 落实到位 这个 在这个 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呢 还有 提出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呢 要用发展的 这种 这种 这个眼光 来看待 保障 和解决 民生问题 这个因为什么呢 因为改善民生呢 它也是促进 经济发展的动力 你比如说像 就业 养老 这个医疗 等民生问题解决 既能增进 这些民生福祉 同时呢 也晕含着 也能把 巨大的内需潜力 这种激发出来 所以你想想 比如说 我们要解决 这种 这种 这些民生问题 一老一小的 比如说要 解决幼儿园问题 便利孩子 入托入园 这里边呢 这不就需要 增加投资吧 就需要 这个就会 能够带动 这种 其他方面的支出吗 同时呢 我说之所以 说这个 这些 民生保障 和改善 这些措施 能够实现呢 因为 在制定这些 措施的时候 提出这些目标 任务的时候 已经充分考虑到了 它的 可能性 因为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方面呢 我们有一个 基本的原则 就是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政府呢 主要履行 保基本 都底线这个职责 在这个技术之上 进行最大的努力 来 提高保障 这个 民生的水平 除去 这个 民生保障 这一块 政府工作报告 相关的一些 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的 相关的一些内容 一些保障性的措施 也能够实现 这一点呢 我想呢 这个 这个政府呢 已经研究制定 有一套配套的 这种办法和措施 好 谢谢 谢谢